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歡迎來到貝民晚安教育學院 我是Tim 這幾天有收到許多觀眾的來信問到FinalCode的功能 我們非常歡迎大家都針對FinalCode的疑問發信給我們 告訴我們 我們都會透過拍影片的方式 讓大家知道FinalCode可以如何的簡單幫助企業去使用 並且保護你們的外發檔案 那麼在今天我們是要討論有關於有人提到他的檔案 今天他如果保護完成之後 他希望未來給下一個人他可以做到 透過下一個人去保去繼續持續的監控 我們管理以及做遠端刪除的這件事情 也就是所謂檔案擁有權的轉移 他今天希望把這個owner的權限轉移給對方 那在這邊的話我們FinalCode可以怎麼做呢 首先我們必須要確定的是 你保護的檔案裡面你有沒有去開與一個轉換擁有權的權限 Transfer File Ownership 預設上來講每一個檔案的功能來說 你今天在保護的過程中都不會去啟用這樣子的功能 那如果你今天是希望對方在你檔案寄出去的時候 同時把這個檔案的擁有權也轉移給對方的時候 你就可以把這個選項勾選起來 就在我們保護檔案的過程中 你把動作的選項把它在這邊把它選起來就可以了 所以之後我們保護完成的檔案交給了我們的接收者 接收者開啟檔案之後他會依照如果他今天有這個轉換擁有權的權限的話 他就會出現在畫面上的這個按鈕 只要他把這個按鈕點下去 這個時候FinalCode會問你說 你真的要轉移這個檔案的擁有權嗎 你就點擊Yes 你就可以針對這個檔案做擁有權的轉移 在轉移這個檔案 他必須要去針對你新的一個檔案去賦予 專屬於這個檔案你所設定的原則 你可以根據系統指派給你的版本 雖然是你可以針對這個獨一無二的檔案 去設定一個專屬的版本 依照我們前面我們之前都有提到的檔案保護三部曲 對象、時間、動作 我們都可以去設定專屬於這個檔案的原則 在我們設定完成之後我們把它套用 那FinalCode他就會問你說 你這個檔案你既然都已經要轉換擁有權了 那你必須要再另存一個新的受保護的檔案 這樣才可以 所以當我們決定好我們存的路徑以及檔名之後 我們就可以點擊存檔 儲存完檔案就等同是目前的擁有權轉移在你的身上 你都可以透過管理界面 在管理界面上面可以看到 我們ABC這個使用者 他的所保護的檔案有一個 剛剛我們透過移轉游泳權的方式 取得到的一個檔案 那這樣做就代表你的檔案 游泳權已經轉移成功囉 所以針對今天的問題 如果有任何的疑問 你都可以透過上面的方式與我聯繫 也可以在影片的下方留下你的問題 我們都會有專人歡迎解答 那麼今天的影片到這邊結束啦 如果喜歡我們的影片 別忘了點擊下面的訂閱按鈕 訂閱我們的頻道 我們將不定時推出全新的影片 你也可以把右下角的小鈴鐺打開 就可以在第一時間看到我們最新的影片喔 就這樣我們下次見 掰